一线声全场欢声雷动尖叫声不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瞬间变成演唱会现场 南韩天团17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 到法国巴黎总部发表演讲 向全球青年传递正能量 这也是继防弹少年团BTS联合国大会演讲之后 第一组登上教科文组织的南韩团体 演说中成员也展现好感情 谈论出道多年来 13人如何克服挫折共同迈进 让粉丝们感动不已 演讲结束后还连唱五首歌曲 包括首次公开的英文版歌曲 引发现场观众暴动 17登上联合国也让全球看到他们的舞台魅力 华视新闻综合报道 哈喽我是蒋新梅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